一百元的葡萄酒有什么好推荐 一百元的葡萄酒有哪款好喝 一百元的葡萄酒有哪款能喝 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那么这期的话题呢 就是我收到私信里面问的最多的 就是Ivy你能推荐一些百元的葡萄酒吗 那今天呢我就去超市买了这五款 某宝上销量很好的爆款百元葡萄酒 给大家一一测评 首先声明这期不是恰饭视频 我没有收到这五位爸爸的任何一分钱 所以呢我会比这一个最公平工整的态度 来测评每一款不好喝就喷好喝就推荐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在选百元酒的时候 不妨多选一些新世界产区的 就比如说美国智利澳大利亚 那这新世界的产区呢 它没有像法国那样各种限制 所以呢它能做到产量大 去减少这个成本的同时呢 质量也不会受到影响 那反之呢选旧世界 法国或意大利的百元酒 就很容易踩坑 那其实百元酒呢 我们也不是去追求什么 各种复杂度啊 余味悠长啊 又或者是成年潜力高 那我们评判一款百元酒 最主要的就是好不好喝 顺不顺口 适不适合搭配食物 测评走起 我之前提过什么 醒酒很重要 所以呢我决定给这五瓶酒 每个人三十分钟时间醒酒 开始 而且呢这个价格的排列还是 从左往右 这个分副是48块钱 解析卡是60 红魔鬼是79 好厉害 我对这个酒有1米 这也知道了 69 木桶加地是110元 新酒 你看 人家这种110块钱呢 就是不一样 有木塞 高纸 只有四个杯子 可怎么办 这个也可以 其实新酒嘛 容器不重要 颜色好浅 红魔鬼 为什么叫红魔鬼呢 就是因为 吃了有个魔鬼的头 这家还是智利的最大的酒厂 闻到了一股罐了 哦三十分钟 等会再来 baby many many minutes later 我回来了 那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红酒类测评节目呢 我也可以做一个200元酒测评 三百元 四百元五百元 大家在上面扣 扣两百 扣三百 扣四百 扣五百 别扣太多了 经费 经费 经费有限 三十分钟 醒酒 看人家现在表现如何 那第一款我们要试的是这个 丰富 人家奔富他丰富 赤霞猪跟梅洛的婚恋 闻起来是一股红果味还挺讨喜 草莓味 就闻着是很讨喜 喝呢 它余味有一点点苦 特别淡 我就觉得像葡萄汁 加了点点酒精 真的一吞下去什么味道就没了 就果味而已 没有任何其他的 我都怀疑它没有过过木桶 不是很推荐 如果五颗星的话 我给它评二星 不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款 太单调了 没意思 第二个呢 就是杰西卡 这个也是澳洲的一个酒妆 今天这款是 Sheraz Cabernet 希拉赤霞猪 挺有意思的 就澳洲嘛 乱起名 赤霞猪梅洛 希拉赤霞猪 我们来试下这个 杰卡斯 现在是Jacobs Greek 从颜色看起来很淡很淡 就我都能看到自己的双手 我今天买的 这一二三四款都是18年 特别特别新的酒 然后木桶加地是2016年 它新酒的话 它颜色就会呈现这种亮红色 太酸了吧 哦 酸到上到 而且还有一股特别色的口感 就是我舌后 现在整个紧缩 味道的话 它还不如这个丰富味道多呢 就闻起来 这闻起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味的 一点点梨子 梨子和红果 太酸了 受不了 这不行 我给它拼一心不推荐不推荐 伤到流口水了 整个嘴巴都流口水 第三个 然后这是智利第一酒产 甘露产的红果王 你看它酒标上面还贴着个90分 大家信不信这种平分级的 信的扣一不信的扣二 还James Stuckling 90分 试试这个90分的甘露reserve 红果王 这个是赤虾猪 它有一点巧克力 还有一点青椒的一个味道 青椒 辣椒 太用力 太用力 试一下这个 青椒味特别重 然后带有一点点黑果 这口感不错 它单凝比较顺滑 而且酸度没有太高 而且我能尝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果味 这款还是不错 但就是那个青椒味 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喜 而且是没熟的青椒 我觉得这款我可以给它凭三星半吧 还是比起前面这两款好很多 就更加的有层次 也很适合去搭配 比如说烧烤啊 羊肉串 哦 这个跟羊肉串很搭 就撒得特别多死人了 因为这个它的味道会比较饱满 比较复杂一些 这款还是OK 啊 腰条 我人生第一次喝葡萄卷 就是这位黄维鼠 而且我当时我妈还给我买那种 就特小瓶的那种 我第一次喝了之后 我都差点把它吐出来了 但我当时喝的不是这个赤霞猪 这赤霞猪我是没有试过的 这是69元 特别假 特别做做的红果味 就假的是那种添加剂的不是天然水果的味道 红果 还有点黑莓跟蓝莓 我闻不到别的 甜到发腻 没有酸度 我之前讲的酸度很重要 就是因为 如果没有酸度的话 这个酒馅得特别的疲惫 特别的平 没有酸度 甜度太高 再试试 再给你一个酒 再给你一个酒 哦 天 而且跟那个泡泡糖 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记得以前那种粉红色的 然后一条可以拖出来 那个泡泡糖 就是这个黄微薯的味道 酸度不够 甜度太高 果味 鱼味 一点都没有 果味就是那种添加剂果味 不行 这个一新 不建议 不建议 最后一个也就是最贵的 是我今天买的这个百元款里面最贵的 110块钱的 牧童家地 那牧童家地呢 它是牧童酒庄 是同一个老板 牧童呢则是法国里面的一级妆 那这个他们叫做小牧童 我们来试下这个 那这个是波尔多的混量 里面有赤虾猪 梅洛 跟品丽猪 它带有一点雪松 红果跟黑果的混合 还有一点点黑胡椒的味道 但是怎么有果 臭臭的味道 这好像有一股果脚布 臭豆腐的味道 我觉得是 醒酒没有醒够 我们再给它20分钟 我等会再来试 我回来了 我给多了它20分钟 如果你喝到一款酒 你觉得有点臭臭的 就是其实它还没有打开 所以醒酒很重要 那我来试一下这款 小木桶 说如果你喝不起木桶 这个呢 虽然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款 试试 两个字 好色 这个丹宁 而且它回味有一点点苦 主要还是红果 红果的味道 而且你可以看说 它颜色也是很浅 这种都是大量生产出来的葡萄 可能都炸了好几遍 我觉得就除了色 它其它就还好 推荐指数两颗星吧 那今天评选了之后呢 我觉得这五款里边 这款是我推荐 大家可以喝的 性价比也不错 79块钱 它的果味很足 还有丹宁跟酸度 都比较平衡 第二推荐的呢 就是木桶家底 那我觉得这个 捷卡斯 可以作为第三款 就是它其实酸度有点太高了 吩咐的话没有什么味道 闻起来讨喜 喝起来是完全没有味道 最后真的excuse me 对不起 Yellowtail好干 你们Yellowtail的人不要找我 但是真的 不推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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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 排的顺序呢 就是 红魔鬼胜出 TADAN 之后呢是木桶家底 但木桶家底呢 我建议大家多多醒酒 应该等会再醒 一个一两个小时 就没有我刚刚说的 那么色味那么强 杰卡斯 酸度有点偏高 那味道 不推荐 那今天呢 其实你会发现 最贵的 其实并不是味道最好的 就像这个木桶家底 反而呢 像这个79块钱的 红魔鬼性价比 我觉得 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 我是推荐这款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葡萄酒的价格 跟葡萄酒的质量 没有一定的关系 那有时候便宜呢 也能买到好的酒 那如果大家有喜欢这五款呢 哪一款在上面扣 12345 我想看大家是怎么想的 那如果你有喝到好喝的 百元性价比高的葡萄酒 一定一定要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 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我们的节目 点赞关注 转发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薰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